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由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次我觉得除了涉事的中学女生 要检讨一下自己之外 东张西网也要检讨一下 是什么原因呢 似乎他们的传播力可能不够 为什么呢 这件事较早前他们就报道 有一个中学女生和她的朋友 一起去了西九的商场 即是西九龙中心 里面的一间动漫精品的店铺 影响到她的东西 一边选择东西 一边放在手机底 看一看一看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假扮 在背囊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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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相关的影片 相关的报道之后 就回来 认错赔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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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甚至乎女学生应该会惊死了 哎呀这次糟糕 怎么办呢 会不会叫找到学校 或者找到点点点 原来没有不止 这个女学生还吃过翻沉味 再去这间动漫精品店 再去叠也会 这样吗 电视上也有讲过 他看来没有看过东章 若你有看过 如果一眼就看得出来 那个人是你了 而他竟然是不知道的 然后再吃过盛味 再回去还想叠? 那好吧 现在这样人瘡病窩 这就变得了 回会不能回头了 对不对 不过真是幸运你遇到一个没有那么心狠手辣的店主 因为她接着又报警 原来说她的妹妹有报警 警方来到的时候 虽然闭路电视拍得很清楚妹妹是怎样的 但如果小偷妹妹不再出现的话 那我们警方也没办法 殊不知在东章报道后隔了几天 礼拜六妹妹又来偷过 我想老板娘也可能猜不到 这个我也认为是的 因为她这宗新闻在东章也播出了 应该有很多人知道 也预计她应该有看东章 但事实上 这个妹妹是不看东章 她不看东章之余 即是她的同学不看东章 也不看东章 甚至乎当天跟她一起去的人 都没有留意到 甚至乎她的同班同学没有留意到 甚至乎她的亲戚也没有留意到 你说她的样子都蒙了 怎会认得到 可能认得到她的形 即是新的形态 身上的造型 衣服等等 虽然蒙了个样子 但她身边有同学也会去的 可能有些同学也知道她会去这些地方也不认得 怎会没有人留意到 还是怎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殊不知 年轻人似乎一塌都留意不到这件事 所以她又再去摊多次 为什么呢 我正在想 为什么她会去摊多次 因为她摊的那些叫做盲抽 即是有个银色的袋子 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包装 就包住了她 你就不知道里面那件是怎样的 如果你抽不到 因为盲抽 抽不到你心仪的那个公仔 或者那个角色 她就想着盲抽抽不到 那你再偷多次 看看会不会抽得到 怎么也好 为什么要再偷多次呢 她有解释 我们稍后再说 话说 仕头婆看到她 哇 你又来过 不是那么大个甲拉 随街跳吧 她真的又回到 相同的货架 再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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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真是被老板娘等到她了 接着老板娘怎么做呢 原来她静悄悄 锁起店铺门 即是让她不能够 绝一身冲出去逃跑 如是者 再拿着手机出来 也拿着一张照片 再对比一下 咦 真是她 因为老板娘 把她的样子 刷了出来 是不是贴在店铺的那些 如果贴在店铺的话 她应该一进去 就应该看到了 我相信老板娘真的是好人 没有公开贴出来 应该是她自己收买 我估计是这样 是吧 又或者可能她刷了出来 这间店铺的店员或店主 我估计就没有这样做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想想像我们这些八卦仔 幸好不是在香港 如果我在香港的话 我就会去看看 咦 这间店铺 可能我去买些东西 看到她将这个妹妹的样子 原来刷了 贴了出来 很快点还给我 什么什么 要不是报警 会不会看到这些单张贴了出来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每次拍下 太阳太阳 原来那个妹妹是这样的 耶 终于把她拍到了 可能我们也不会放出来 但我们就会 拿出来聊 拿出来笑 记住 我们两个就背后拿出来说 但其他人可能会把这个妹妹的样子 就放通街 咦 不知道是不是她呢 可能有些这样 那好了 我们回来再说一下 就是对一对 咦 真是她呀 真是好玩 厉害了 那今次人装并获 也有再去报多次警 那警员来呢 咦 真是好事了 竟然自己自投罗网了 他自己认了 咦 我要认的 没得不认的了 没得不认的了 老板娘说 上次你已经来偷过东西了 那妹妹也真的认了 她的原因 就说自己是因为 学业压力很大 所以用这种的形式 就叫做偷东西 减硬 因为台阳一查 你都发觉 好像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做法 是吗 这个我也有趣的 为什么会说是压力呢 我一查一查 原来过往都有 可以说非常之多 涉及高买的 新闻 那个理由 都说自己很大压力 其中在2018年 就一名凶者 偷了132件货品 自称有 生活压力 甚至患有情绪病 介于被判 感化18个月 另外也有一宗新闻 讲到 在2022年的新闻 就有超市 就发现 竟然就 多了七成 的被捕者 都是主辅 而他们呢 原因都是说 压力大 另外 也有一宗新闻 又是 讲大声 偷东西 偷上瘾 因为学业的压力 又是大 原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压力会导致人偷东西 大家减压的方式 有很多 不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形式 再讲回 这个阿妹 原来只不过只有13岁 这么小 老板娘 也看到她这么小 通知了警员之后 警员也通知了家长 家长就说 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原来之前偷东西 都不太相信她会偷东西 还说她的成绩 都不错的 接着 阿妈就 赶到来了 老板娘 真的给她一个机会 就说赔了钱 那就算了 那也好 这件事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而且 年纪还这么小 如果因为这样 要上法庭 那就很可惜了 留有案底 也不是那么好 成绩好的话 为什么要 为了 减低自己学业的压力呢 因为要争取成绩好 所以有很大压力 其实读书 每个人都有压力的 家长方面 也有没有去留意呢 可能你说是否没有付钱 不够零用钱 可能未必 有些人 真的觉得偷东西 可能很刺激 或者跟着很有成功感 那种刺激感 就会令到你心跳加速 忽然之间 就会忘记了你身边的压力 当然有些人偷东西 也有虽贪心 原因也有不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去偷东西 有些年纪 甚至乎 很富有的 很高身的 医管局高层 都去偷东西 不是这样吗 那件还好笑 竟然去上诉 那件是虽贪心的 他也有说 说自己是担心女儿 疫情在内地 又说要帮他找机票 又说很惨 很伤心 很紧张 然后又说 警员说了这些说话 又说是误道 那件事我们另外可以再去说 也看到很多网民 都会去祝福店主 觉得很好 不过也有人会骂 就说那你就变相鼓励了 多些人去偷东西 不过记住 真的有些人都说得对 这些机会 就不一定会是有 希望小朋友 去珍惜 不要说 要再去偷 这次没事 下次再来 也都希望他 留意一下 这个东张西网 是吧 我也认为是的 我相信 连他家人 都很少看 甚至乎 他身边的朋友 学校 都可能 不是说太过留意 又或者这宗新闻的报道 就 是很短时间 所以就 一闪即逝 没人留意到 不过 好啊 幸好 这家铺的老板 不要追究下去 如果追究下去 起来 都挺麻烦的 再加上他只有13岁 真是幸运的 不是 经常遇到那么好的老板 如果遇着我呢 我一定会追究下去 很坏的 我是那种人 一定要晒一惊白 所以有些人都会留言说 这些人一定要逮捕 还放人 也有些会觉得 压力只是藉口 藉口而已 贪心和炫耀才是根本 学校和家庭教育才是药方 不过 要记住 如果有些小孩 他们有心理病和情绪病 他们真的会做出一些 与他们平时不同的行为出来的 这个 我们可以叫做否认 我自己接触过一些学生 都是的 他是不是真的有 说大话 而贪心 什么什么的 为什么呢 我跟着上网去查 或者问一些 心理医生 是不是会这样 原来真的会的 所以你说这个妹妹 是不是真的藉口呢 我们又不是 带过她去心理咨询 没有去问过 我们都不能百分百 做一个决定 或者她这样肯定 说她这样的 也有人会说 印税无果 不过 不要借一些藉口 说什么减压 一来她为这些贪念 来说 怎样怎样 希望她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我都觉得这些都是藉口 虽然 在网上有非常多 过往来说 亦都发生过非常多 类似这样的 偷涉的新闻 都是涉及那一名 疑犯 是因为压力而做的 但我始终都认为 这个也不可以 当是一个藉口 就算你客观来说是有的话 但是你个人这个人 你自己不能够这样来解释 或者推淌 你始终真的有 偷涉你是有自主能力的 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 对不对 而且有些人是 中年的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因为压力大而偷涉的 你已经成年人了 你承受压力 应该比未成年的人强很多 但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那个人的 自制能力也是缺乏呢 所以两个说法都有 有些就说 不应该这样给他机会 他可能要再犯 有些可能说要给他一个懲戒才行 但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个店主是 很善心 年轻人做菜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改过 怎样也好 两极的留言 我都猜到一定会有 不要紧要 希望大家都一起留言 说一下你自己怎样看 有机会回到香港 都要去这间店 拜会 光顺一下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